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没办法避免不走过这些地方 你要经过烽火台 都是有唐朝的军队把守的 那个危险就在那个地方 所以如果从 我就是赶快去赶快回来 安全的去安全回来 那这个很简单 就是走海路 只要选择好那个季节 该什么时候 然后这个往东 该什么时候往西 只要选择好那个季节 所以那个危险 其实是不是百分之百存在的危险 但是西行是 肯定是那个东西都在那边 你去就百分之百会面对这个危险 可是玄奘为什么要选择 从陆路西行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在佛法上的 这个生命实相的一个呢 的领受 以及呢 这种轻症 这个在佛法的说明呢 是说 有三弦位 那三弦位要过一大阵七节 就是一个无数大节 这难以想象 然后接下来进入深谓 那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个 似乎是比较深入的 因为呢 这就牵涉到说啦 对于经论的正确解图者 他必须要在哪一个位置上 然后呢 玄奘大师所说的 说你要达到至少至少要通达会 通达会就是必须要胜位 这是最起码起码起码的要求 那也当然玄奘大师也是这样要求自己啊 不过他也不用特别要求 因为呢 我们等一下就说到 实际上他是有不可思议的 这个清正的一切以及智慧 样度做出来的糖是黑色的 黑糖 经过糖朝的改良变成黄色的 也就是我们现在叫红糖 到了宋代呢 中国人更厉害把它做成白色的 于是就出现了白砂糖 那么这个白砂糖呢 然后再回销到印度去 胜过印度当地做的黑糖 所以他们就说 哦这个糖好 这个是中国来的糖 就叫Sini Sini 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叫 那这整个糖 从中国一路跑到 经过西域 经过海上思路 跑到印度 乃至于后来还又迈回 又迈到这个阿拉伯去 等等等等 其实最初最初都是因为大师的原因 然后能够沟通两边 所以今天也可以这样讲 我们每一家现在都在吃到白砂糖 可能跟玄奘大师 他也有 里面又是有因缘存在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